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菩萨帮助别人 度别人的时候 他不着相 不着相就是无相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很多人请人家吃饭 吃完了到处去讲 我请他吃饭了 我请他吃饭了 要不是我请他吃饭了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人请他吃饭了 这个就叫着相 就是传到人家耳朵里 就算你对他好 人家也不见你情的 所以菩萨帮助别人 从来没有说 从来没有说我在帮助你啊 我在救你啊 不讲的 所以要不着相 你比方说你服一下人啊 不着相 就是无相 因为菩萨普通众生啊 他眼睛里啊 他没有感觉到 有这么多众生要我来普通 他觉得很好啊 大家都是一样的啊 我帮你啦 你也来帮我呀 所以他没有把你们视为众生 好像我在帮助你一样 其实这个以后要讲到三轮体空的问题啊 就是帮助别人 不要到处去讲 对人家好 人家心里都明白 这种就叫无相 很多人帮老公做点事情了 马上讲啊讲啊 老公说好嘞 讲过好几次了 有的人帮老婆买一样东西 好嘞好嘞 知道了 你这样的话 你反而就不能得到他对你的一种感恩性 因为菩萨帮了众生 他没认为有众生 因为菩萨说 众生本来就有觉悟的本性啊 就是说众生本来就很觉悟的 菩萨说用不着我来帮的 是这个概念 用现在话讲起来 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 你要给人面子呀 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做 你帮了他了 你不要到处去讲 你看要不是我救济他呢 你看他这个观度过不来 不能讲的 所以这就叫境界 所以这就是要理解众生 他们本来就有觉悟的本性 所以你度事无度 你度人啊 好像像没有度他 菩萨帮助别人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度事无度 其实这就是金刚经中说的无相法门 帮了人家像没帮过一样 帮助过别人像没有帮助过别人一样 做了好事不留名 你这个人不就是圣人 不是菩萨 为什么雷锋那个时候 我们小时候这么有名啊 他做了好事不留名啊 你说他做了好事到处去讲 他会成为一个雷锋吗 那你们为什么很多人帮了人家到处去讲了 你们度人以后度完了要低调 人家修得越修越好 人家讲哦那都是他度我的 没有没有没有 他自己有本性有佛性 到处去讲 那我度的他呢 就是我呢 没有我度他呢 他行吗 讨厌吗 希望你们要好好的懂得 什么叫金刚经当中讲的无相法门 佛陀说过 虽然度尽众生 但是无一众生得度者 这就是无相法门 就是虽然佛菩萨要度尽众生 但是就是好像无一众生得度者 没有一个被你度成的 这就是无相法门 做了好事不留名啊 一个妈妈在家里忙了一天了 给孩子做两顿饭三顿饭吃完了 好像晚上玩洗洗干净 沙发上一坐的时候 好像我今天一天没干过什么事一样 妈妈谢谢你啊 给我们做饭了啊 妈妈没有啊 好像没做过一样 你说这样好 还是妈妈都是我给你们做的 要不是你们吃得饱的啊 你们有什么力量去读书啊 你们有什么能力啊 不是我每天给你们做饭啊 养你们啊 有吗 你们有吗 过去就有啊 没学佛呀 做了点好事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喜欢自吹 生怕人家不知道 没听过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要记住了 虽然度尽众生 但是无意众生得度者 这就是无相法门 菩萨行的是无相度众 就是我们要学菩萨帮助别人 不要着相 但是无意众生得度者 因为菩萨知道众生只是一个幻象 你好像帮助别人了 其实这个别人 他是一个幻象 什么叫幻象 因为很多人你度了他了之后 他忘记了 有些人你度了他好了 有些人度了他白度 是幻象 所以你没有必要执着 我度了几个人 虽然要操拔众生 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众生要度 不要以为没了你们了 人家就饿死了 就是你今天给家里人做饭 给外面做饭 本来人家就有饭吃的 只是你去帮助别人更好一点 所以你没有必要到处去讲 是我让他没有挨饿 听懂了吗 这就叫无相 这只是看见这么多的众生要度 只是你的一时的幻化而已 幻化是什么 你感觉到 哎呀 有这么多人 我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你才能说 度众生 度众生又等于没有众生 为什么呢 众生本来就有智慧 所以你去劝一个人 一个人正在发呆 对某一件事情傻傻的 你跑过去跟他说 哎你不能再去找局长 再谈一下的 你只是提醒了他 他说哦对了 我想起来 我再去找他谈一下 你只是帮助了他一点点 而不是说他没有智慧 举个简单例子 一头牛在那里 你跟他说 再去做件什么事情 他想不通 你再去做 他做不了的 因为人本身有智慧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本身就有佛性的 所以菩萨说 众生皆具佛性 你们每个人本来就很好 本来就有佛性的 所以我度你们等于没有度 你们说菩萨功德无量 菩萨说我等于没功德一样 你们本来就有智慧 你们不要我度的 听得懂吗 你们本来就会做功德 就没有我在帮助你们做功德 所以菩萨度众生 是因为因缘 因为菩萨跟众生有缘分 没有因缘怎么来度你们 众生是因缘而生 因为众生都是有缘分的 所以师父度了你们 是跟你们也是因为有缘分 但是你说说看我帮了你们 等到这一辈子结束了 你说我跟你们还认识吗 这个缘分就没了呀 但是我们种下了一个善缘 就像现在你们这么多人 能够找到师父 你们敢说你们前世 在前世跟师父没缘分吗 你说你们没缘分 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啊 过去中华传统文化讲 擦肩而过500年 师父实际上度了你们 是个缘分 而这个因缘也是空的 因为等到大家百年之后都走了 这个缘分不就是没了吗 但是在你们心里有个佛缘了呀 所以呢 所谓行无相度众生 所以菩萨说 所谓行无相度众生 也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别人 不要着相啊 帮助就帮助了 对人好就好过了 没了就没了 都是虚幻的呀 你说说看你们过去 在马路上没帮过别人呢 你们过去没搬家之前 跟原来的邻居好得不得了 后来搬家了 邻居都跑掉了 你说说看有没有缘分了 那么你们过去做的缘分 你还能记到今天 是不是虚幻的了 听懂了吗 结束了呀 你一直记着 我曾经给一个佛友看过图腾啊 一看是一个男的 附在他身上 远远的脸 人挺好的 我把特征全讲给他听 他还想不起来 我说是你单位里的 结果他想起来了 就是他 高单位里一直扶植他 做领导啊 上去啊 从车间主任一直到上面 这个人对他很好 也很喜欢他 最后死了 死了之后 也没还 结果一直附在他身上 我把什么样子全告诉他 他想起来 他想起来 他曾经做梦两次做到他 你们想一想 人跟人的缘分怎么没有 要结善缘 你们弘法叫结善缘 不是结恶缘 所以师父叫你们 无效度众生 我可以说 我骗子了 我们俩都经常见 我电子 我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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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